维嘎不是吧 我也会大头是吧 维嘎说我这场不办 我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也会 我也会系列 你三首肯定 你Seros肯定要拿对吧 那我就先把你抢过来 并且这首肾是拿的 让我有点觉得可能 大概是要走辅助吧 难道这个吸血鬼 感觉其实让LV自己C了 就是意思就 DFM还是很后期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阵容 吸血鬼加炸弹人加卡莎 这三条线的精力该怎么分配 一方面就是技能等级 叠起来了 然后你Q就能等起来之后 加上闪现想嘲讽 但卡莎的位置 他这个闪现交的有点略早了 但是点的伤害能烫死吗 烫不死了 这边是已经及时在嗑药了 这一波先手是很漂亮 最后伤害是差一丢丢啊 这边Q到 但应该不敢上 我们遇到了 上路交那招 人买五层的征服脚 但结果这边是由大招回复的 很坏 他这里应该是没有视野的 是 我就想猜一下 还想反个红 大招这边打起来了 开见阵 第一时间伤害是挡得非常多 反正自己的卡莎血量不高了 赶紧往后撤 大招是刚刚好没技能了 这能交完了 是 我居然去干嘛呢 技能还不一定中呢 这边先手给到 打一套 但卡莎这边是没有六级的 主要还是消耗 因为卡莎这边血量不是特别的高 我敢冒然上去 只要剩捏着一手异技能 还是不太敢直接飞脸上的 虽然你有进化 但是第一套包裂上 必定扛多数 盲僧之位是想绕后摸 这波是有机会了 看一下 Gadget退后来不来得及 这个Q技能 哎 漂亮 是用一个小炮台 先挡住对方的回音波 那这波确实一个小操作 还是非常亮眼的 刚刚这个下入组合 确实不太好干 诶 这边人马过来 一脚踹 同时伤害给上 恐惧也出来 给到点燃 直接收掉了 真可 那这个一血浇掉之后 中路来了 套餐 这个位置 胜给大招 反正自己降下一个炸弹 但是没办法呀 这个伤害不够的 你以为我是一个人 但实际上 我是四个人 是 这中路这一波套餐 是一定要抓死你 Selos的 这个位置先消耗 依靠对方Noman Noman只被打退了 这个位置想要接盘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节点里面 Selos虽然说 我打架2v2的能力不太强 但是你飞鸡血水就一般 是 鸡血鬼也来了 人马也来了 这一波战士一出击发 第一时间伤害先给到 对方YGY就被秒了 但是这个下入先锋 是抢下来了 血量被瞬间融化 下入先锋 由盲森镇守 这要等一等 人马要不开个异技能去抢一抢 拿一下 要了 去了 要是啊 我去了 他踢的是盲森 盲森交闪 同时下来要放大招 这个位置人马被隔断了 从小自己的一个精神 这个位置血鬼进来一闪 逼出人马的大招 后续想要继续追击 盲森在另外一侧 配合上自己的一个伤害 但是没能够秒下掉对方的辅助 反倒是自己的飞机阵亡了 哇 这辅助还要过来再拿 虽然自己牺牲了 但是峡谷先锋还是拿到了 嗯 一个峡谷先锋引发的血案 虽然说自己的飞机是阵亡了 第一时间 开始过来 YG有点响多了 这个还主要是被抢 惩戒 Q丑 瞬间的伤害 是 交就交了 这个名 但后续这一波人马 感觉原本以为想过去抢就完事了 但是他还想杀人 这个一闪是没能够留到人 火球声家里 大招下来 是先控制到对方的前排 但是飞机输出位置被挂上点弹之后 直接被对方吸鬼逼到了近身 点了爆炸球果没能够跑掉 后续一个大招 但是中路这个位置再次配合着打眼 是拿到对方Sales的人头 但是 被踢一脚 AV是有血池 对 血池交铺大招 打出了伤害猛冲效果往后拉距 后续但是有得打了 盲松绕过来想摸 哎 很漂亮 这一脚踢到特莫丁格 特莫丁格回身给W技能 但是交点燃之后伤害差到那点点 剩没办法给伤害啊 只要闪现脱离开位置 血鬼交TP 中单战的人交大招 血鬼还想进这个位置 EW加火箭腰带 还是收掉对方的人头 后续在塔下一个 瑟瑟发抖的肾 能跑吗 卡莎还等待自己的 一个兵线进场 Q技能挖一下 人头给到血鬼 那这一波TP下来 拿到一个DoubleQ 上路的二耗已经被拆掉了 上野的联动拆掉了二耗 下路这个E塔能拆掉 也是急着止损 是 刘已经回去去防守了 下路想过来包 这个位置卡他轻便还轻得比较快 想耗一套 但是都耗到加里奥 同时这个位置飞机被一脚踹走 人马是没有下来 但是这边有五个人 只不想开团是很难的 因为DFM他们的先手 最多就是个瞎子 然后搭个瞎掉进场 直接要动 这个大龙已经在打了 给你做了个表情 自己的中和斧都在 哎 芒科回说的大龙 好难受啊 这波好像是被骗了 但是加里奥有警觉 过来布一下视野 第一时间被打很多血量 看到了 好像你在斗 4000 来得及吗 Seros要不要给个大招抢一下 逼一下对方的一个成绩时间 然后送过来2000血 这下很快1000血 直接RW把大龙轻了 那这波拿大龙非常的灵性 22分钟 30秒的时间 这样很凶 上来想点你一套 这个是呃 这个是闪现空潮了 他没有闪过墙 没闪过墙 他可能想去开大头 但是第一时间是有些失误 直接要打了要Rush 而且现在DFM还不太好 直接去跟你接团 这里飞机是有炸鱼包的 身后PP虽然亮起 把你救个TP先骗下来 这个位置想后接 但是对方有炸鱼包 真的不敢接啊 这个小窄口路口要打团很难受 而且他那个小炮台 还一直在跟大龙保持战斗状态 大龙血是没有恢复的 是 现在回了 现在回了 现在回的话 对于DFM来说是回了一口 大星就要玩了 我也是想得很明白啊 算了 Ceros拿大招看一下 你在打了 我也放弃了 这条大龙给你了 这个复活甲还好 那这条大龙一给 上下两路都是没有高地塔的 该怎么去防守 对于DFM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点 我先放三个炮台在那里 然后把三个炮台送下去打 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威胁 我要给Gadget道歉 他大头玩得很好 就说他收敛度不行的 道歉 道歉 对不起 你诚恳一点 我诚恳地道歉 但这一波还是很难接 中路这一波DFM要来了 这个位置 嘉莉奥位置有点靠前 被留下来了 果然被留下来了 第一时间如果嘉莉奥倒掉的情况下 后续没法接团了 这个大招撒的位置并不是特别好 算到三个人 但是后续没有办法给到伤害 这个芒森精神在练功 但是还是在精神结束的一瞬间 被终结掉了 人马的伤害一脚踢过来 只踢卡杀 但是已经足够了 定到关键的位置 然后剩的大招笼罩下了 是配合人马击杀掉了 只有一个失诡 失诡现在没有大招 然后被人马一脚踢死 完成团面之后 那维卡可以一波了 直接TP中路线 最前头一个兵 一马当先万马奔投 我要破你中路高地一波你 这一波其实Youtaporn已经尽力了呀 他飞到后排是强行去打伤害的 但是这个人马在他脸上 几转几转的 这真的受不了 而且这一波团 Steel的那个精神开的位置太难受了 这颗秒表摁的是被迫摁开的 就他在那金钟罩铁步山的时候 你发现身后的队友被冲得七零八落 是的 冲过去还要再杀人啊 还要复活了 但是随着水晶的爆棚 让我们恭喜Vega 现在是以两胜的成绩 目前领跑必赌 是的 其实整体经济的话 前面DFM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领先 然后但是不明显 然后慢慢的从十分钟开始 Vega开始逐步扩大他们的优势 然后他这个是一直在有一个上升曲线的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一场的MVP 也是给到了上单的BOSS KDA是2-1-5 70%的一个参战率 BOSS这把的话 上单是一方面 在野区帮助自己的打野 巩固了优势 然后在野区击杀了两个芒僧 MVP